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经典名著 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 鲁宾逊漂流记 迪弗的冒险故事 鲁宾逊的荒岛求生记 二 月亮与六辨事 毛母探索艺术与人生 斯特里克兰的追梦之旅 三 台思 哈代的悲剧小说 台思的爱情与命运挣扎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鲁宾逊漂流记 迪弗的冒险故事 鲁宾逊的荒岛求生记 鲁宾逊漂流记 Robinson Crusoe 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丹尼尔 迪弗 Daniel Defoe 在一次文学界的野餐中 不小心掉进了冒险小说的兔子洞 然后决定在那里建个小屋 生活了28年之久 这本书自1719年首次出版以来 就以其生动的叙述 引人入胜的冒险故事 和深刻的人性探讨 成为了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作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鲁宾逊 一个可能在现实生活中 会因为不停地按错 勾勾地图而迷路的家伙 他在一次航海旅行中 遭遇了风暴 结果被困在一个荒岛上 这里没有WiFi 没有外卖 更没有Netflix 鲁宾逊的生活 突然从一个忙碌的商人 变成了一个荒岛求生节目的主角 鲁宾逊的求生技能 可以说是相当全面 从建造避难所 驯化野生动物 到种植粮食 他几乎成了一个全能生存专家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 鲁宾逊在岛上找到了一只鹦鹉 并教会他说话 这只鹦鹉 成了他在孤岛上的朋友 也许是世界上第一个 通过非正式教育 获得语言技能的鹦鹉 在这部小说中 狄福不仅仅讲述了一个 关于冒险和生存的故事 他还深入探讨了孤独 自我反省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鲁宾逊在岛上的生活 可以说是一场 对自我和人性的深刻探索 他从一个对生活 充满抱怨的人 变成了一个 能够在绝境中 找到希望和快乐的人 最有趣的是 鲁宾逊的故事 启发了无数人 对冒险和探索的向往 也让很多人开始思考 如果自己被困在荒岛上 会怎样生存 不过 考虑到现代人 对科技的依赖 可能很多人的荒岛求生技能 就是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 如何不焦虑地度过一天 总之 鲁宾逊漂流记 不仅是一部冒险小说 它还是一部关于人性 勇气和自我发现的深刻作品 迪福通过鲁宾逊的故事 让我们看到了 在逆境中成长 和自我超越的可能 所以 下次当你觉得生活中 遇到了困难 不妨想想鲁宾逊 至少你不用担心 被困在一个荒岛上 和一只会说话的鹦鹉为伴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月亮与六便士》 毛母探索艺术与人生 斯特里克兰的追梦之旅 《月亮与六便士》 这部作品 是毛母以其一贯的细腻笔触 探索艺术与人生的深邃之作 故事围绕着一个名叫查尔斯 斯特里克兰的中年股票经纪人 他突然抛弃了伦敦的舒适生活 美满家庭和稳定的职业 毅然决然地投身于艺术的怀抱 追求成为一名画家的梦想 这个转变可以说是从六便士到月亮的跨越 从现实的琐碎到灵魂的升华 斯特里克兰的故事 实际上是毛母对真实人物 保罗高庚的一种文学化再现 高庚也是一位抛弃了传统生活 前往南太平洋岛屿塔西提 追求艺术梦想的画家 通过斯特里克兰的形象 毛母探讨了艺术家与社会的关系 个人追求与牺牲的主题 现在让我们以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 来看看斯特里克兰追梦之旅中的几个有趣点 一 从股票到画笔 想象一下一个穿着西装革履 每天对着股票行情图发呆的中年男人 突然有一天决定要成为下一个范高 这种转变就好比你发现 你的会计突然参加了偶像练习生 惊奇之余不禁让人好奇 这是怎样一种灵魂觉醒 二 牺牲的艺术 斯特里克兰为了艺术 不惜牺牲家庭 朋友和社会地位 这种做法虽然让人佩服他对艺术的执着 但同时也让人想问 这位大兄弟你真的考虑过后果吗 这就像是你为了追求完美的汉堡 愿意放弃所有米其林餐厅的晚餐邀请 三 塔西提的梦想 斯特里克兰最终抵达塔西提 这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 成为了他灵感的源泉 这段经历就像是一个中年危机的终极版出走 不过是换成了用画笔探索未知 而不是开着敞篷车去路旅行 四 艺术与理解 斯特里克兰的艺术 在他生前并未被世人所理解 这让人不禁想到 艺术家和疯子之间的界限究竟有多模糊 这就像是你在微信朋友圈里 发了一张抽象画 结果收获的诠释 这是什么?的评论 无遗产的讽刺 斯特里克兰去世后 他的画作突然成为了艺术市场上的储 价值连城 这种转变让人不禁感叹 艺术家似乎总是在不在场的时候 最受欢迎 这就像是你在聚会上默默无闻 一旦离开 大家突然发现你是晚会的灵魂 通过月亮与六遍事 毛母不仅让我们见识了一个人对艺术的极致追求 也让我们思考了什么是真正的生活 斯特里克兰的故事既是一种警示 也是一种启示 在追求梦想的路上 我们可能会失去很多 但也可能会找到真正的自我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台思 哈代的悲剧小说 台思的爱情与命运挣扎 台思是托马斯 哈代的一部杰作 它不仅是一部关于爱情 欲望和背叛的小说 更是一部关于命运无情打击下的 挣扎与抗争的史诗 哈代以其独特的幽默感 和深刻的社会洞察力 将台思的故事娓娓到来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部作品的深层含义 和其中的幽默元素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台思的命运 台思一个美丽纯洁的农家女孩 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 被卷入了一个复杂的情感 和社会阶层的漩涡中 哈代在这里巧妙地 使用了命运的主题 仿佛在说 看吧 这就是生活 即使你是个天使 命运也可能把你推下地狱 这种讽刺的幽默感 让人在泪水中 不禁会心一笑 接着我们来看看台思的爱情 台思先是被富有的亚历克 德伯维尔欺骗 后来又与真心爱他的安吉尔 克莱尔相爱 但是他的过去 成为了他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 哈代似乎在说 爱情 那是个美好的幻想 但别忘了 我们还活在现实世界 这种对爱情的既浪漫 又现实的处理 展现了哈代作为一个故事 讲述者的独到之处 哈代对台思的命运 进行了深刻的挖掘 不仅仅是表面的悲剧 更是对社会制度 性别不平等 和道德伪善的批判 他用台思的故事 讽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 同时也展现了 人性中的光辉与阴暗 哈代的幽默感 在于他能够在揭示 这些沉重主题的同时 还能让读者 在台思的故事中找到共鸣 甚至是一丝不易察觉的乐趣 最后 台思的结局 虽然是悲剧 但哈代却以一种 几乎是诗意的方式来描绘 台思的牺牲 既是对他个人命运的终结 也是对那个时代 社会不公的强烈控诉 哈代似乎在用他的笔 为台思和所有 像他一样受苦的人 唱了一曲晚歌 既悲伤又美丽 总之 台思不仅是一部 关于爱情与命运的小说 更是哈代对社会的 深刻反思和批判 通过台思的故事 哈代展现了 他对人性的深刻理解 和对生活的独到见解 而他那细腻的幽默感 更是让这部作品 成为了一部经典的文学杰作 值得我们一读再读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 三部经典文学作品 鲁宾逊漂流记 月亮与六便士和台思 这些作品 不仅带给我们精彩的故事 和深刻的人性探讨 还在幽默中 揭示了生活的真相 在鲁宾逊漂流记中 我们见识了鲁宾逊 在荒岛上的求生技能 和对自我的探索 但是 如果我们现代人被困在荒岛上 可能最重要的技能 就是如何不焦虑地度过一天了 月亮与六便士 则讲述了斯特里克兰 从股票到画笔的转变 以及他为艺术不惜牺牲的故事 斯特里克兰的追梦之旅 让我们思考什么是真正的生活 以及艺术家和疯子之间的界限 最后我们谈到了台思中的台思 他的命运和爱情的挣扎 以及哈代对那个时代社会的批判 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 哈代的幽默感 让我们在沉重的故事中 找到共鸣和一丝乐趣 这些作品不仅是文学的精华 更是对人性 命运和社会的思考 它们带给我们的启示 就像是一面镜子 让我们思考自己的生活和选择 所以下次当你觉得生活中遇到了困难 或者在追求梦想的路上遇到了阻碍 不妨想想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 或许你可以找到答案 最后我邀请大家参与讨论 你对这些作品有什么样的想法 是否有类似的经历 或者观点想要分享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 共同成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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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